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Crystal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在Etopico的新樓花 地址是689號The Queensway 它的交界在The Queensway和Royal York Road的中間 Etopico可能很多華人都不太認識 通常華人喜歡的地方是Richmond Hill、Markham、Downtown 或者Oakville都有 Etopico相對比較少唐人住在那裏 那裏其實都是一個路區 如果他駕車去Downtown 其實都很方便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是Downtown 上班、上學 他們都會想住在Etopico 第一 環境優美 第二 屋價沒有Downtown 那麼高 好了 我現在會詳細地介紹一下這個condo的資訊 這個condo就叫做Reyna Reyna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西班牙文裡面它的意思是叫做女王 為什麼叫做女王? 原因就是這個project應該是加拿大有史以來 一個是百分百女性團體去設計 去開發或者去建造的一個project 從外面的街 或者單位unit 的設計 那些amenity的設計 大堂的設計 全部東西都是由現代女性去設計 那我自己身為女性 我都很 proud of 我可以現在有一個condo 是竟然有全部女性去設計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以前 很多大的project 其實你通常看到都是男性 我昨天就跟Jacky去了Etopico 參觀一下周圍的環境 視察一下 然後我們也錄了一些video 去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去那裡看看 還有我一直帶大家看 我都會再介紹一點點這個project 不如現在看看Rainna Condo究竟在哪 其實它就在Etopico Queensway的核心地區 你也看到了 其實它來多倫多 單趟多倫多都不是很遠 因為Gardiner Expressway就在下面 如果你開車大概15分鐘左右 你也會到 那它來Mimico的高清站 都開車大概3至5分鐘 這一張圖就顯示 你如果是Rainna Condo 你走到10分鐘可以去到哪 譬如又可以去到公園 Noville 即Supermarket Canada Post 可以去到幾間銀行 和不同類型的餐廳 或者小店 而這一張圖就顯示 如果你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譬如你開車或者開單車 需要多久 例如你去機場 15分鐘車程 Etopico唯一的大螢幕 Shirway Garden 開車也是8分鐘 如果你想要去Waterfront Park 開車也是10分鐘之內 你可以到的 那天我和Jacky 去了一個地點 我們現在就是QEW Expressway 下了的Highway 左邊那邊就是Cineplex的戲院 其實一下了Highway 你開車大概4至5分鐘 你就會去到公園 其實附近 我們去的時候也看到 附近是有幾個公園在建 附近也有很多小型餐廳 比較特色的餐廳 而且不僅是外國餐廳 它是有中國人食物 有日本食物 有泰國食物 因為這邊是一個舊區 政府不讓他們建造高樓大廈 所以你不會看到有任何一個高樓 好了我們現在到了銷售辦公室 和地點 我們現在就到了Etopico 689號 The Queensway 這個就是 Rainer Condo的地點 這個就是他們的銷售辦公室 我之前也提及到 這個項目是由女性發展的 所以我想是不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把銷售辦公室 都起到好像有個弧形 雷性化 好像很溫柔 很柔軟 那將來的公園 就是建在這個位置 就是建在這個位置 右邊那邊有一間天主教小學 這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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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是九層高 大概是197個單位 我剛剛也說了 因為市政府不讓任何發展商 在這個區域建造高樓 所以附近你不會看到有很高的高樓 因為它不想影響整個城市的使用 如果全部都是矮的屋 所以無緣無故是一個很高的樓 其實看上去有點古怪 現在就很快地展示一下 給大家看後面的環境 其實後面這些屋 因為這個是一個舊區 很多時候很多人 可能會買了一個舊屋 而且他們最主要是買那塊地 他們就會重建 就好像剛剛左手邊第一間屋 他那個就是買了一塊地 然後他就找人重新建 那你將來 其實Utopico 很多人都會拆了一些舊樓 然後就建新屋 可能你20年之後 你回到這邊 已經完全不同了 不過附近 因為這裡人口不是太密集 其實環境都優美 而且附近也有幾個公園 可以去的 OK 那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那這個項目 他接下來這個星期 就會隆重地推出 那至於價錢表 或者Fall plan 我手上都已經有齊了 那如果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聯絡我 OK 好了 拜拜 拜拜